传说呀,两艘10万吨的航母就可以轻易消灭地准备一下 那么既然航母这么厉害,有没有什么办法将它击沉呢? 大家好,我是珍珠 这期视频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击沉一艘航母 四二战结束,现代航母问世之后 去世还没有任何一艘航母是真正在海上被击沉的 2005年4月,美国曾经进行过一次航母抗尘性试验与评估 决定亲自将已经退役的美国号航母击沉 这次试验引来全球关注 因为这将是现代航母首次面临全面式的火炮攻击 所有人都想看到真实的结果 该让人意外的是,美国动用了反舰导弹、鱼雷、水雷等各种装置 密集型的轰炸了25天,也没有能够将这艘航母击沉 最后迫不得已,在航母的内部关键区域安装了4吨高爆炸药 这才将这艘航母送入海底 再以美国的宁米茨级航母为例 为了提高航母的抗打击能力 美国航母还采用了重点防护的思想 简单来说就是机库、弹药库等要害区域保证不被击穿 再次重要的区域则通过水密舱进行防护 尽可能的减少伤害 为了应对反舰导弹的攻击 迷迷刺激航母 在水位线位置还设置了厚达20多厘米的连续装甲带 强大的物理防护让航母在遇到危险时能抵御大部分伤害 除此之外航母往往以编队的形式出动 空中有侦察机、预警机、太空有卫星、水面有导弹驱逐舰 水下有核潜艇 所以毫不夸张的说 航母编队形成的封锁区域几乎是滴水不漏 在战斗机拦截、宙斯盾系统以及防径火力等多层保护之下 别说机程一艘航母就是真正想要的航母造成一定的破坏 都显得十分困难 既然如此 机程航母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航母就是火把子犹如漂浮的铁棺材 支持赫鲁小夫的一句经典名言 事实上想要摧毁航母并不一定非要击沉 只要让其失去战斗力 其实就已经达到目标了 美国的军事专家布伦特·伊斯特伍德 曾经通过1954网站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 指出中国现在拥有的五种反航母作战方式 每一种都能够轻松突破美国航母的严密防空保护伞 可以对美国航母进行有效杀伤 第一种作战方式 利用陆基东风21D以及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对美国的航母实施远距离杀伤 东风21D以及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可以击中1600到4000公里外的移动目标 可以精准打击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作战舰艇 其中东风21D是中国在东风21C中程弹道导弹的基础上 研发了一款反舰导弹但长约11米战斗全重15吨 采用了固体燃料发动机并且可以通过公路快速机动 最大射程2100公里可以在美国航母舰载机有效作战距离外 对美国航母实施攻击 东风26导弹是一种公路机动的固体燃料弹道导弹 可以携带一吨重的有效核载 不但可以携带核弹头执行核打击任务 还可以携带常规弹头执行常规作战任务 作为中国研发的第二代反舰弹道导弹 东风26导弹的最大射程达到了4000公里 可以更远距离攻击美国的航母打击群 帮助中国实施反介入作战 第二种方式是利用高超音速导弹对美国航母进行精准打击 带有滑翔弹头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 也具有精准打击航空母舰的能力 相较于东风21D以及东风26导弹 东风17导弹威胁 东风17导弹是中国列装的首款高超音速导弹 同时也是世界上首款具备实战能力的高超音速武器 这款导弹最大射程达到了2400公里 目断攻击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 并且攻击弹头可以在40到100公里高度的临近空间 进行无规力的水漂式机动 可以轻松战胜美国海军的防空作战系统 凭借着巨大的动能以及高威力的战斗部 东风17导弹可以动穿美国航母厚重的装甲 让其失去战斗能力 第三种作战方式是利用轰6K轰炸机发射反舰导弹 打击美国航母编队 轰6K轰炸机是中国主要的空中反航母作战力量 这款轰炸机可以携带多枚 英机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 可以对3000公里外的海面目标 实施饱和式攻击 英机12超音速反舰导弹 可以携带500公斤重的核弹头 或者常规弹头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00公里 目端突防速度接近4马赫 并且可以进行蛇形机动 可以穿透美国海军由宙斯盾作战系统 和标准2防空导弹构成的防空网络 对美国航母构成重大威胁 第四种作战方式是利用攻击型核潜艇 打击美国航母舰队 中国现役的093改进型核潜艇 精英性能有了较大提升 可以悄无声息的接近美国航母 并从水下实施攻击 在攻击武器上 093攻击型核潜艇 可以携带鱼6限导鱼雷 以及英机82前射反舰导弹 其中鱼6鱼类综合性能 与美国现役的MK48重型鱼雷 基本相当 一枚即可重创万吨级战舰 可以有效加伤美国航空母舰 英机82前射反舰导弹 是一种亚音速反舰导弹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20千米 可以在远距离上实施攻击 对美国航母构成一定威胁 第五种作战方式 是利用跨戒制反舰导弹 攻击美国航母 攻击效率将成倍提升 有消息称 中国正在研发一款 跨戒制反舰导弹 这款导弹可以在高空 以2.5马赫的速度飞行200公里 在距离目标20公里处时 潜入水下 在水中还可以100米每秒的速度 攻击水面舰艇 以及水下潜艇 可以有效躲避现有的 舰载防空武器的拦截 让美国航母打击群防部胜防 跨戒制反舰导弹 将超音速反舰导弹技术 与超空炮鱼雷技术完美结合 这款导弹可以兼容在 中国海军的大型垂发系统之中 与传统的反舰导弹相比 跨戒制反舰导弹的 突防效率大大提升 可以让美国海军 所有舰载防空武器失效 以上五种方式都能够成 对美国航母有效狭伤 这将迫使美国海军不得不将航空母舰 后撤至安全距离内 这也使得美国航母 无法在未来的中美冲突中 发挥应有的作战价值 当然战争不是异想 一切还得用实战说话 我们也只是纸上谈兵 希望永远不会有这一天 毕竟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你不惹我 我也绝对不会招惹你 我是珍珠 订阅我 了解更多中国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辞 李宗盛 都说话 有点不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子 俞手 识